近日农业部因大规模进口鸡蛋 造成国内一波蛋蛋危机 引发国人对鸡蛋的食安忧心 已故狭疑林杰良医师的太太谭敦慈 至今仍致力于食安教育 对于国人现在闻进口蛋、液蛋色变 他表示只要把握鸡蛋一定吃全熟 就能避免病菌感染 至于多用于烘焙与团扇的液蛋 若是经认真把关的厂商制作 其实是非常安全的 对于今年陆续爆发越南面包 高雄冰品等集体食安意外 再到现在的淡淡危机 由于都有引发沙门市军感染的风险 民众闻之色变 同时也是林口长庚纪念医院 临床无误中心护理师的谭敦慈表示 今年发生了几件食安意外 可能与沙门市军有关 例如冰品可能是吃 使用生蛋的月见冰导致感染 谭敦慈表示 现在市面除了超市盒装洗选蛋外 市场也常可见非洗选的零售鸡蛋 建议以购买洗选蛋为家 因非洗选蛋壳 有时会沾染鸡屎 羽毛 倒鼓等 若没有充分清洁 料理时 若手碰触或是接触到蛋液 导致交叉感染 或鸡蛋未煮熟 就很可能感染沙门市军 谭敦慈表示 消费者若购买非洗选蛋 建议买回时 用水冲洗表面 并迅速以拧前的毛巾或厨房纸巾 将水分擦拭 避免生水进入鸡蛋 反造成鸡蛋坏掉 最后再放入冰箱冷藏 谭敦慈分享 即使是洗选蛋 它在料理前 仍会稍微清洗后 丢入盛水的碗工 一方面再度水洗 另一方面若蛋浮上来 就表示是臭蛋 等于二次洗选 此外 对于常用于团扇 或是烘焙加工用的液蛋 谭敦慈强调 液蛋只要来源并非刺激 或是鱼漆的鸡蛋 液蛋生产过程 同样要经过洗选 消毒 才会进入打蛋 使蛋白 蛋黄分离 且最后还有杀菌系统 与冷藏储存 事实上非常安全 民众不必过度担心 台湾由于一年四季常温 都属于有力病菌滋长的温暖气候 包括鸡蛋 生菜 海鲜等 若没有冷藏或冷冻 就容易腐败 因此对于外食足 他建议 一定要吃全熟的鸡蛋 挑选生菜沙拉 海鲜等食材食 因挑选 有存放在冷藏环境中 才能避免食安意外发生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 按赞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